恭喜陈梦 刚刚这场球其实自己在第五局的时候是一个转折点 然后当时在哪方面处理的比较好呢 其实我俩今天在场上我觉得其实打的都是每一分扣都比较仔细吧 其实在场上可能第四局的时候我觉得我找了自己的一些节奏 但是对手也有变化 然后可能我自己在中后局的时候相对有一点精力有点下降 然后第五局的时候其实开局挺困难的吧 然后其实自己在场上那会儿的时候感觉也挺难受的 那我就想熬一下吧 坚持一下吧 因为在场上比赛的过程当中肯定都是会有这种过程的 所以就没想那么多就想一分一分去打 然后去多去想这种技战术吧 那自己有觉得换了大球之后对于自己的技术其实是比较适应的吗 就是自己的技术比较适应那种大球的这种发展 可能换了球对有的人有利 对有的人可能相对来说对有的人时间会慢一些吧 但我觉得可能这个球大家都感觉可能对我比较有利 我自己来说的话有一点吧 但没觉得说有多大的就是对我有多么有利 对 其实换了球以后大家其实都一样都是在这种摸索这种寻找这种过程当中吧 然后自己也是去年总决赛的这个冠军军 但是对今年这个总决赛这个蝉联会不会有一定的这种信心呢 当然肯定冠军谁都想拿 而且尤其是明天拿了我自己就蝉联两年总决赛冠军 也很渴望这个冠军 但是我觉得比赛嘛肯定是要靠这种在场上一分一分钟去凑 然后结果都无法预知吧 所以我明天会竭尽全力去打最后一场比赛 好 谢谢啊 谢谢 谢谢